手機進去的話就是最不喜歡人家看我的LINE 就是不管是家人或是男朋友或是老公之類的 可能會大吵一架吧 因為我覺得那是最隱私的 我朋友他之前跟他一個曖昧男聊天 截了一張他們之前聊天的圖給他 然後那個曖昧男就發現 他給他取的暱稱是什麼什麼笨蛋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叫我的每個朋友 我的家人什麼都是叫什麼什麼笨蛋 然後他就立馬回去 然後把所有的朋友暱稱全部改成什麼 笨蛋笨蛋笨蛋 然後再截圖傳給他 後來好像就沒有再聯絡了 沒有什麼隱秘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看 也不能說都可以看 但只有女朋友一個人可以看 我女朋友印象都是一個溫柔嫌淑大方的人 她一般不偷看我的手機 我都是光明正大的看 發現男朋友的照片 有之前約會過對象的照片還留著 我想說好像他是不是還蠻在乎 還是什麼意思我現在還留著 他也知道原來就是交女朋友之前 要先把他刪掉 或是先放在其他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一起看就是那個相簿 所以是偶然發現的 自由解鎖好像還真沒有 但是我家小米粒我會讓他隨便看我手機 小米粒是我家小朋友兩歲 因為他看手機只會看視頻 別的他也看不懂呀 我覺得要好的朋友可以當我手機 爸爸媽媽也可以秘密 就不要去划別人傳過來訊息 就還好 相冊吧 就是我的相冊裡會有我朋友的很多照片 都是女生嘛 然後有的時候男朋友看到了就會很尷尬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黑照 我覺得我實在太漂亮了 都可以 同學也可以動 沒關係我隨便都可以動 對 沒有秘密 對 我這個人很坦然 證件照吧 因為我的證件照實在是太醜 我自己都不想看 結果不小心相冊的時候翻到了 然後就被我男朋友看到了 然後他吐槽我說好醜啊我的媽呀 然後我就很生氣 他就哄我唄 還能怎麼樣呢 我手機相簿有很多秘密 就是喜歡的人的截圖 聊天截圖 比如說我這樣去他家 然後連接他的電腦 然後我就很怕一插上去 相簿會跑出來 幸好沒有 之前有一個同學嘛 然後他就 他就說我看一下你手機 因為我覺得關係很好 然後我就說可以 然後他就開始就是翻我的那個 就是什麼就是相冊啊 然後還有什麼就是短信啊這些東西 然後就特別難受 然後覺得很不開心 但是又覺得是朋友 然後覺得 哎算了吧就是那種 不喜歡被別人看到跟別人的對話 應該要看就是跟那個人的關係吧 就是如果沒有很好的 不想要讓人家太深度了解 我一個玩特別好的一個女性朋友 還有男朋友 當然是照片啦 就是裡邊有自己的醜照 然後別人看到了 他會立馬拿他的手機過來拍 我只能關了 應該大部分的人 可能不太喜歡人家去看照片或影片的部分吧 因為可能會放一些可能比較類似 家人啊或是情侶之間比較親密的合照 就不太想給人家看這樣子 或是LINE的話就是對話那些 就不太想讓人家知道 我覺得我的手機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半私人的物品 大概就是我 還有我認可的一些朋友們可以動它 最隱秘的一些東西 我不會放在手機裡 是從手機上下下來 然後烤下來 放在電腦裡存著 手機裡面基本上沒有什麼隱秘的東西 在電腦裡 在電腦裡 在電腦裡